文星出身于一个艺术世家 本科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 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 曾在央视舞台上光彩夺目 主持过开心词典 春晚等数百场重大晚会和现场直播节目 曾获央视诗家主持人 全国电视观众最喜爱的节目主持人奖 等买余向奖正当红时 却选择了离开央视的主持舞台 转行做了一名演员 未料到多年来没有一部让观众记得住的作品 但演广告也被查 他是为数不多的高开抵走的央视名嘴之一 曾风光无限的他 名字却渐渐被人淡忘 在事业不顺利之时 他并没有经有些女人那样 急于寻找东山再起的出路或者捷径 所谓女人在外打拼不容易成功 拼事业不如拼家人 嫁个豪门或官换之家 是许多女孩子的想法 文青嫁的人非官非妇 而是一名医生 他叫王小斋 王小斋毕业于厦门大学中西医专业 澳大利亚医友医疗中心院长 家族六代行医 虽然和文青结婚好几年了 但一直没正式公开过 文青在自己出的书《让心灵打个盾》里曾写道 如果我爱一个人 我会付出我的全部 如果家庭和工作让我选择其一 我会选择家庭 因为人生短暂 名利太虚荣了 财富更不能让一个人踏实 而拥有一份情和爱 足以让我感到幸福和充盈 因为相信才会有曾经 所有的曾经都有丰富人生 幸福也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文青的生活亦然 此非于安之于之乐乎 嫁人就嫁对的那个人 对的人 不一定要高大 却能为你遮风囊雨 为你尽己所能 给你依靠的肩膀 他不一定要有很多钱 但却舍得为你花钱 让你开心 什么是对的人 其实很简单 三观一致 懂你 体贴你的人就是对的人 遇见爱情都很难 要遇上对的人又谈何容易呢 我觉得下面几点是我的体会 一 展示真实的自己在生活中 我们总习惯于把最好的自己展现出来 确实没错 但当你有和他游走下去的渴望了 那么过得真实点吧 横头垢面 丢三拉四的没关系 偶尔抱抱粗口也无所谓 他总要见到你这个样子 熟悉你这个样子 爱你这个样子 如果喜欢的只是伪装过的脸 那你也别失望 他会看到你的脆弱 习惯你的不足 二表现更好的自己 你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得拥有配得上他的资本 不然你理想的对象只会在梦中出现 没有什么比提升自己更有意义了 看书 绘画 写作 插瓜 任何你愿意花时间的事情 都是有意义的事情 自己的涵养高了 看事物的眼光也会改变 眼界高了 格局自然会变大 自身的价值也会变高 三 从优秀的人交往生活中 我们的圈子其实很小 认识的人也并不很少 很多时候需要借助各种平台来认识各种人 多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多交优秀的朋友 朋友坚持可以相互成就的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优秀的人身上 有股正能量的光芒 每一次相处都是一次同化 会让你想变得更加优秀 在成为更好自己的道路上 遇见更好的自己 遇见对的那个人 只要你开始了 一切并不算完